2024總統繼立委大選 共有16個政黨登記 參加不分區立委政黨票的選舉 不過呢 只有民進黨 國民黨和民眾黨 得票率超過3%的補助門檻 內政部最近已經完成了撥款作業了 綠藍兩黨拿下超過2億元 民眾黨也有1.5億億住黨庫 不過在這個總統大選落幕 網路聲量似乎也出現了大洗牌 科文哲前幕僚 吳靜怡觀察 選後聲量的霸主是韓國瑜 柯文哲則是劇烈滑坡型的崩蝶 尤其在2月1號 立法院長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聲量是柯文哲的8倍 不僅如此 柯文哲以為傲的年輕票員 也成為藍綠陣營的爭搶對象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就喊話 國民黨還有很多位置 歡迎年輕人 日前柯文哲才又自豪 在年輕人支持度 碾壓藍綠陣營 但如今這關鍵票員也成了國民黨 爭搶目標 你不覺得現在到其他黨太擁擠了嗎 國民黨有很多的空位 會希望更多年輕人加入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 Podcast頻道 狂向青年招手 還承諾二零二六年要提名更多四十歲以下年輕人參政 跟民眾黨得通較勁 希望有更多年輕輕選優秀的人才 我們都是一棒要接一棒 國民黨拼回春布局二零二六 甚至二零二八大選年輕人支持是重中之重 柯文哲不只優勢票員面臨強勢挑戰 危機也一一浮現 因為網路聲量調查 柯文哲信輸給辣個男人 上任立法院長後 韓國一舉一動都是話題 根據網路溫度機調查 近一週網路聲量 韓國瑜排第三 柯文哲則是第五名 進一步比較兩人在一月十三 總統大選後討論度 韓國瑜在二月一號立法院長選舉中 獲得九萬九千一百零二比高聲量 柯文哲則是選後聲量一路下滑 二月一號討論度 僅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二比 隔天也只有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九比 韓國瑜看似穩居選後聲量霸主 柯文哲則是跌落媒體寵而生談 韓國瑜未來這個只要準時上班 都比柯文哲七點半來得強 像現在的過年 他基本上完全沒有什麼新的議題 可見他的褲子都還沒找到 柯文哲的太太的發文 一樣也在檢討選民 或者在檢討國民黨侯友宜這個部分 柯文哲要找回關注度 民眾黨年後也將啟動組織及人事調整 建立黨中央與地方組織對接 替下一場選戰保溫 三立新聞 王晨 亂母軍小組 臺北新北 綜合報導 而春節過後 賴清德隔魁人事布局的進度 也備受關注 民進黨內人士更建議 在國會三黨不過半的狀況之下 首任隔魁的民進黨色彩 不能太濃 可能要走溫暖內閣的路線 必須能夠跟在野黨溝通才不會剛上場 就折損 學者也建議政治性不太高的人選不是好事 那最快三月中隔魁人選就會確定四月底前 內閣就定位 聽到提問賴清德笑而不達 但外界關注隔魁爭選進度 尤其誰能在新國會藍白夾沙下突破重圍 必點名的有他 除了在新春期間低調殘敗的林嘉隆 當年初一培賴清德龍山寺 走春的佐龍泰也被點名 其他人選還有行政歷練豐富的鄭文燦 慶格溫暖的鄭立軍 以及具有經濟專業的眾議院院士朱敬益等 溝通協調的能力會變得非常重要 能夠說服三黨最理想 如果不能說服三黨 最起碼要能夠說服過半的支持 而未來內閣布局有三大方向 第一是啟用溫和內閣淡化綠營色彩 避免剛上場就折損 第二是跟關鍵少數民眾黨 有溝通管道的人選 拉攏白銀牽制藍銀 第三就是選擇政黨色彩濃厚 直接跟藍白戰鬥 至於人選何時出爐 據了解將循往例規劃 最快三月中隔魁可望出爐 四月底內閣人士 底定520前就定位 除了內閣人選國會開議後 第一個戰場就是獨立機關NCC 人士同議權 尤其在野黨磨刀霍霍 藍銀喊話按照國會旗次比例分配 推薦人選 綠營人士透露 賴清德將在年後跟總統蔡英文溝通 人選將不會是一片綠油油 期盼減緩朝野對立氛圍 總統你對NCC的人選有什麼看法嗎 人事布局規劃守口如瓶 賴清德第一個內閣 新春過後人選將逐步攤牌 昨天是夕陽情人節 政治人物們也紛紛來放閃 總統賴清德愛信三連拍影片 最後就放上跟太太的甜蜜合照 侯友宜柯文哲也分別跟太太深情告白 蔣萬安則是錄製了情人節特輯 笑料百出 我就是直男掰彎的代表 那我是最理想的情人 台北市長蔣萬安胸有成竹 錄製情人節特輯恋愛Q&A 今天哪裡不一樣 頭髮 每一天你都比昨天更正啊 你看你們都沒有經驗 你只要回家頭髮就不會錯 怎麼可能 欸頭髮 piston 我那邊有用行動表來 Anh 愛 農烈的愛 看起來經驗老道 不過答題卻是慘疏 年輕童人 今天東西換來妳是媽媽 我是蠻私 gospel的 對吧 是我嗎 對 是 現唱的聖節 我會 僻心帶樂的像妳 我會 奮不鼓身的前進 現唱情歌不害羞 而準總統賴清德 則是PO出跟搭檔蕭美琴合照 雖然拿著兩朵玫瑰花 不過文莫一秒轉換心情 提醒初六要開宮 放閃之餘要收心 祝大家愛情事業兩得意 結果網友開玩笑歪樓 準總統夫人在後面很火 賴夫人會不會頗有為辭 但賴清德當然沒有忘記太太 今天是榮麗初五 也是西洋情人節 我忠心祝福 有情人忠誠眷屬 愛情三連拍咔嚓咔嚓咔嚓 賴清德祝福有情人忠誠眷屬 影片最後一秒 就是跟太太的甜蜜合照 大方放閃 同樣放閃的 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借機會謝謝太太陳佩琦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告白妻子 會咖哩甘甘甘 還沒情人的沒關係 Q版小英總統拿著愛情甜甜圈 還有花生愛神邱比特的小貓咪 情人節不論有沒有情人 都祝大家自在開心 最重要 三一圈成績的朱樹君 Type報道